推动部落产业的还有瑞穗乡公所 瑞穗乡公所筹办8月1号的全国原住民族日 早已制定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外 今天也特别拍摄了相关的宣传影片广为周知 那么公所原民级的客室主管或客员工读生 都披挂族服庆置上阵 各个充当为广告片的主角 为公所原住民族日活动大力宣传 瑞穗乡公所前广场公所原住民级的客室主管 客员或公读生 身穿各自族群的族服 跟着专业摄影师的指令 在镜头前摆post 共同为8月1日全国原住民族日 庆祝活动拍摄宣传影片 头一次当宣传广告片的主角 每一个人都相当卖力配合演出 不仅彼此互相交流 欣赏各族群的族服特色 更以自己的族群为荣 我是泰巴朗里面的沙老部落 然后其实阿美族原本是黑色 因为以前的年代没有的软布 然后这一套是母妈妈仿制 她阿嬷的旧衣服 然后其实这上面是一字绣 然后都是手工的 然后背头 然后这个情人袋是泰巴朗独有的 就是用条纹织成的情人袋 觉得就是非常兴奋 因为真的是 真的是应该是三十年来 只有婚纱照会穿这种 其他时间就不会穿 对对对对 就是有幸 因为都在 都在上学吧 你上次穿族服这个人 很久了 瑞瑟相公所内 原住民及族群相当丰富多元 堪称是花莲原住民族群的缩小版 藉由拍摄宣传影片 每个人也骄傲的展示各自族群 各个部落的族服特色 也入境宣传的秘书简芳荣 身穿自己泰雅族群的族服 提前预告也欢迎大家届时共享盛举 我们今年瑞瑟相 针对原住民族日有一个四天的系列活动 那其中有一天 也就是8月1号这一天 那我们会公所的原住民的同仁 都会身着我们的族服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纪念这个时刻 所以也希望说在原住民族日之前 把我们相关的系列活动 可以让我们全乡的人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会穿着族服来去做一个拍摄 致力推动多元族群社会的瑞瑞相公所 提前筹办今年8月1日原住民族日一系列庆祝活动 并且将从7月30号起展开为期四天的庆祝活动 除了是要让国人认识原住民族日制定的历史脉络 更要和大家一起包容并尊重台湾土地上的不同族群 共同携手建立一个多元族群文化的社会 记者十一欲栏 瑞瑞采访报导